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中的下雨线 虽然牛市离我们越来越远 但是不妨碍我们抄底这一波的行情 请听谁能演的一波操作 跟着我们吃肉 好 我们先回到一个盘面上来 今天我们主要是说比特币行情分析 以及整个大盘环境下跌的一个影响 以及我们在哪个位置抄底 大家做好一些准备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机会 机会 我们会说到狗狗币 以太坊 包括EOS 爱达币又一波 主流币种的一些行情的一个判断 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比特币价格在一个38,000美金 主要的水平 那刚才这一波的一个回头 它已经到一个36,000美金的一个位置 它已经处底了 它已经达到了我们下方的一个 准备击穿到我们下方的一个 更低一个支撑 3万美金了 那么它已经到达这样的位置了 目前的话是不是适合一个 进场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话一个行情 它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我们需要 目前的话肯定要抄底了 肯定要抄底了 很多一个主流币种都已经跌得非常猛了 目前就是一个进场的机会 刚才也是一个进场机会 等会比特币 因为的话我们从这LSI来看的话 它目前的话 这个一天之内线 它已经接近一个 底部了 接近一个抄底的一个位置了 已经明显现在已经 过了那个抄底的机会了 刚才36,000美金就是一个抄底机会 那目前的话 仍然是可以进场 松的慢 这一波那个行情 是有万能够反弹到一个5万 上行到一个5万美金一个水平的 还可以机会 还有机会 目前的话这一波的一个反弹 会呈现一波的一个反弹 所以说我们不要害怕 现在就是一个抄底机会 勇敢进场 勇敢进场 我们预计未来一段时间 它会继续的反弹到我们上方高位 如果它没有击穿我们上方的一个位置 没有到达我们的目标价格 3万美金 3万2000美金的话 它仍然是在这个位置 明天会反弹一波 未来这几天里面 它会继续进行一个修复 修复可能修复到 4万多美金以上的一个水平 所以说接下来一个是一个抄底机会 现在的话 仍然是可以可以进场了 不要害怕 变贪婪的时候 变恐惧的时候 就是我们贪婪的时候 崩狂的加仓 这一波那个行情终于等到了 等到 因为2017年这一波最多的时候 跌了35% 目前的话已经跌了40%多的一个 一天 差不多一两天几天 一个月的时间跌了40% 40%多 那目前的话还有机会能够反抄的 抓住这一波的机会反抄 这一波我们是看反弹的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以太坊 以太坊的话 它已经跌破了我们的趋势线 跌破了我们的趋势线 所以说现在的话 我们大胆在这个位置勇敢抄底 勇敢抄底 也就是在这些位置勇敢抄底 你看它刚才击穿了我们 下影线之后形成一条很深的下影线 接下来它会反弹到3000美金以上 3000美金以上水平 所以抓住这波的趋势 它还有10%的一个涨幅的空间 抓住这波以太坊也是 能够实现抄底了 抄底了 刚才如果你在下方的一个 24300美金的位置抄到底的话 也是不错的 我们再看一下以太坊 EOS 我们再看一下EOS EOS 它已经下跌击穿了我们趋势线 但是仍然不影响我们抄底 这一波它到达一个6美金 准备到达一个更低位置5美金 一个水平呢 都已经到达这样的一个位置了 已经实现一个腰斩了 现在 那么刚才如果抄到底的话 那么恭喜你啊 这一波这个有机会能够吃到 百分之二三十的一个利润空间啊 未来一到两天里面是有机会能够吃到啊 到达一个9美金啊 反弹到9美金10美金不仅的啊 能够反弹到这样的位置10美金啊 它是有机会能够反弹了啊 反弹到这样的位置啊 说说我们接下来的话啊 就是一个抄底机会啊 抄底机会 不要害怕啊 不要害怕 因为监管的话 它一会就过了啊 没有太大多的影响啊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一个 爱达币的一个情况 爱达币这一波啊 它下跌的是非常充满啊 但是不影响我们的操作啊 仍然是不影响我们的思路了啊 它是跌到这样的位置啊 击穿了我们的一个下方的一个趋势线 但是它很快就进行修复了啊 只要它能够修复在我们的1.6之上啊 仍然是有机会能够反弹的啊 说现在的话啊 它正在修复 而且这里已经形象下影线了 这一个很深的一个下影线这里 对不对 一天之内一个下影线 所以说接下来的话 就是一个反弹啊 就是一个抄底机会啊 可以进场啊 大胆进场啊 不要害怕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行情 还有一个啊 也就是一个预波的一个情况 预波的话 大家也没有不用害怕啊 它目前还在我们趋势线上方啊 已经很快修复了 你看这个位置修复了啊 还在我们上行的通道当中啊 已经修复了 上影线已经形成啊 我们啊 勇敢抄底啊 现在的话 还有机会反弹到1.6 附近啊 还有30%的一个涨幅啊 30%的一个涨幅 不要害怕 所以说这一波的话 更生冷眼的一个判断啊 因为的话 这一波的一个思路啊 只要上涨啊 都是有机会能够赚钱的 对不对 现货嘛 你买入了也放的不动啊 保持不动啊 这一波也能吃到不错的利润空间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狗币啊 狗币说实话 它已经凉了一半了 直接腰斩了 他低穿了这个位置啊 那目前的话还是有啊 他目前的话不太乐观的 说实话 他这个趋势的话不太乐观啊 但是啊 都到了这样的位置啊 勇敢抄底吧啊 没有太大一个问题 现在的话抄底还 不断抄底吧 反正越跌越买吧 反正他已经跌了百分之60了 越跌越买了 跌到32,000附近都可以比特币 那目前的话狗币的话 到0.3附近吧 0.3附近在抄底 他还有一波没回调完啊 没回调完 所以说这一波啊 等待机会啊 等待机会抄底 抄底的话 可以慢慢先进场嘛 平均分摊一点嘛 反正抄底 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抄完 那我们慢慢抄啊 不急啊 也慢慢的进行抄底就行了 没有太大的一个考虑的一个空间 目前的 因为的话 现在正在这个水平当中啊 如果不抄的话 后面啊 如果还下跌的话 那继续抄啊 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啊 其他都没什么 最主要是高阶大家啊 有一个重要抄底机会 让大家能够抓住啊 今天这个视频主要是 叫他进行抄底 那么再往下的话 继续抄底啊 如果比特币跌到一个3万啊 比比特币也跌到这样的位置 大胆抄底啊 也就是在这样的水平啊 跌到这条水平啊 大胆抄底啊 就是这样我们绿色的线跌领啊 3万2千 3万2千美金啊 大胆抄底 如果跌到这样的位置 大胆抄底 你不要害怕 亏本啊 如果跌到这样的位置 大胆抄底 现在也可以进场啊 不断进场 慢慢进场 因为的话 如果在反弹的话 它的利润还是挺可观的 因为的话 现在从日线级别的话 它已经跌到这样的位置了 是说接下来就是一个抄底机会 无论牛市结束没有啊 结束没结束 但是啊 我们的思路啊 仍然是越跌越买啊 它跌的越多啊 反弹我们就出了 对不对 这波啊 它反弹啊 比如说现在我们进场 等会它反弹到具体的位置 我们就再抛掉不就行了 对不对 也不影响我们操作啊 总是仍然不影响我们赚钱 对不对 它跌的越猛啊 买了越多 然后出货就行了 没有太大的一个疑问啊 好 今天的内容先说到这里 大家们点关注 点点关注 点点关注的话 请点击小铃铛 我每次发消息的时候 你都能第一时间收听到冷眼节目 大家记得抄底啊